说到谢霆锋 很多人都会想到王菲和张伯志是两个女人 张伯志当年和谢霆锋结婚 是圈内公认的一对金童玉女 后来两人结婚后 生下了两个儿子 献上旁人 可惜最后两个人还是离婚了 离婚之后呢 谢霆锋和王菲复合了 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 一直是吃瓜裙子们 茶余饭后的一道谈资 说起王菲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作为一个歌手 王菲不仅气质高冷 嗓音也是十分的独特 因此赢得了不少网友的喜爱 不夸张的说 如今王菲在乐坛的影响力 比娜音的还要大 在和李亚鹏离婚后 没有过多久 谢霆锋便和旧爱王菲完成了复合 这在当时的娱乐圈里 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有不少的人都说 正是王菲的感情介入 才导致谢霆锋和张博士离了婚 说到谢霆锋 不得不提起她的家世了 1980年8月29号 谢霆锋出生于香港演艺世家 夫妻现贤是60至80年代 红极一时的明星 人称四哥 而母亲迪波拉 是70年代第一位港姐冠军 人称拉姑 有一妹妹名叫谢霆婷 是演员模特 看来谢霆锋从出生那天起 就注定成为明星 当年很多人都觉得 谢霆锋和张博士 这一对帅哥美女 站在一起十分般配 他们结婚之后 还生下了两个可爱的儿子 他们这一家子看上去 就像是童话般的美满和幸福 可是没想到 他们这段婚姻 并不是外界看到了那般幸福 因为最后他们两个人 还是选择了离婚 不得不说 离婚之后伤害最大的人 就是孩子了 而张博之一直独自 抚养着两个孩子 这样的辛苦 众人也是看在眼里 所以对于张博之 大家也是十分的同情与理解 还称她为中国好妈妈 不得不说张博之 也当得起这样的一个称号 从在一起到分开 张博之和谢霆锋两个人 经历了六年的时间 在这六年的时间 他们经历过很多的事情 也逐渐变得成熟起来 很多说我们历过宽的女人 很难找到接下来的幸福 我是历过宽的女人 但是我没有感觉到 幸福会越来越变小 我反而感觉到 越来越多一些优秀的男人 追求我 大家千万不要放弃 两个人分开后 也开始各自 各的生活互不干扰 也从婚姻的阴影中 慢慢地走了出来 唯一的年系就是 他们的孩子了 谢霆锋是一位 非常尽责的一位父亲 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去看望他的孩子 现在的大儿子 长得越来越像谢霆锋 性格与谢霆锋一样 是酷帅高冷心的 在一次采访中 谢霆锋的儿子被问到 建议王妃能当你的后妈吗 他的回应让无数网友心疼 当时谢霆锋还非常的小 思索了一会儿后回答道 爸爸喜欢就好 这句话听了 让人感到无数的心酸 这么小就会为爸爸着想了 太懂事了 不得不说张博芝 把自己的儿子教育的特别好 很多人都是十分羡慕 张博芝的教育方式 谢霆锋虽然与王妃复了和 但是一直没有临阵结婚 对于这样的事情呢 许多人也都纷纷猜测 认为谢霆锋只认可张博芝的缘故 所以不让王妃进家门 这仅仅只是猜测而已 虽然张博芝 谢霆锋两个人没有缘分 走到最后 但张博芝在孩子面前 一直保留着 谢霆锋的美好爸爸形象 我觉得这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 毕竟爱过 所以离开之后 个子安好 也是一种幸福 大家怎么看呢